但關心到垃圾清運卻出現了驚險場面 高雄民眾募集垃圾車載運三大張的床墊 但是體積太大了 床墊一半超出車外不說 駕駛變換車道還疑似沒有打方向燈 哀鴻帶頭圍規 詳異狀況要連線給記者蔡婉如 好 主播垃圾車協助清運 但眼前的景象民眾直呼好驚險 車頭裡載了三大張的床墊 不過仔細一看床墊根本有一半外漏 超出車外就隨著車輛行進 這麼搖搖晃晃 離譜的是當時駕駛要變換車道 還涉嫌沒有打方向燈 導致後方的騎士差一點反應不及 險些撞上 民眾排洒畫面投訴 環保局檢視也覺得不妥 說當天因為帶清運的家具 累積的有點過多 隊員急著想要協助民眾來清運完成 才會考慮不周 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以及涉嫌違規 將針對對員加強來教育 落實正確的載運流程 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消息 學生還給棚內主播 做照片 就要做